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犯哪些刑事案件會被記錄在良民證上 在台灣很多人可能害怕刑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有前科的記錄 因為在我們應徵工作的時候很多時候公司會要求我們去警察局去申請良民證 怕說如果我們有這些刑事的前科記錄的話呢 就可能公司不予錄取或等等有其他的考量 首先我們必須要個簡單的概念就是說其實根本沒有良民證這個稱呼 今天正確的稱呼呢是警察刑事記錄證明 警察刑事記錄證明 那現在問題來了 是不是我們犯只要是刑事上的案件 包含起訴、不起訴、還刑、罰金等等的這些情況呢 都會被記錄在良民證上 實際上是不會的 我們現在看到警察刑事進入證明核發條例的第六條 我把它貼在這邊 比較常用到的是第六條其中的第二款跟第三款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款它有說 受緩刑之宣告者沒有被撤銷緩刑的話呢 是不會記錄在上面的 第三款是說 如果我們是受像拘役啊 或者是罰金這種比較小的犯罪的情況下 也是不會被記錄在良民證上的 所以說啊 像很多的車禍案件 對方呢 就是被害人呢 他都會用刑法的第284條 過失傷害 去威脅間加害人 索取高額的賠償金 因為過失傷害它的最重的刑期呢 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基本上如果說我們不是有故意的行為 是用過失的行為的話呢 大概法官的判決呢 大部分都是以判幾個月 比如說兩到三個月的拘役 得病科法金的情況下 所以說像這種情況呢 根本不需要擔心會被記錄在 警察刑事案件記錄證明上面 所以你的俗稱的良民證上面 是不會有這樣的記錄的 也不用擔心對方因為 跟你索取高額的罰金呢 就屈就於害怕有前科的關係 而今天願意賠償給被害人 一個高額的罰金 那最後再提醒的一點是呢 另外一個東西叫做前案紀錄表 這個東西呢 是司法人員他們內部辦案的一個參考 一般民眾是沒辦法去取得的 那裡面就會有任何跟刑事有關的 包含不起訴啊 拘役罰金 這些呢都會在情案紀錄表上面列載出來 但是一般民眾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OK所以我們再來複習一下今天所講的東西 第一點實際上根本沒有良民證這個稱呼 只是大家已經習慣講良民證良民證良民證 所以我們已經把它認為良民證 其實它的正確的名稱呢是警察刑事記錄證明 警察刑事記錄證明 而今天不是所有你只要犯刑法上的罪呢 都一定會被記錄在良民證上 我們就必須要來看關於今天合法條例的第六條的第二款跟第三款 基本上只要是輕罪一顆罰金拘役的這種小罪呢 都不會被記錄在良民證上 所以實務上最常看到的如果說以車禍的案例來說 今天被害人都會威脅加害人 如果說今天你如果不賠償給我一定的金額 我就會去法院提起刑事上的告訴 這邊其實不太需要做太大的擔心 再來最後提到說前案紀錄表的部分 前案紀錄表呢 它跟良民證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是司法人員內部辦案的一個參考 以上